滚蛋吧废话 25个皇帝识弯 汉氏集团皇帝重启男究竟多艺 汉氏同性恋 开山鼻祖刘邦 一生中拥有5个财貌双全的男宠 60多岁时 不理朝政 静躺在肌肉大腿把弯男色 即便是他后世子孙 也仅仅只有一两个男宠 汉代人的厕所是什么样子的 他长这样 叫做混 上面是厕所 下面是猪圈 想象一下 古人在上面方便 底下有一头猪 瞪着眼睛 张着嘴 画面也是很美观的 历史上竟有这么一次传奇的大姨妈 凭借一腔热血 竟让一个王朝续命200年 据说汉景帝晚上翻到了成绩的牌子 可他大姨妈来了 于是就找了侍女代替 可过后侍女竟然怀孕了 生了儿子刘发 60之后便诞生了天选之子刘秀 推翻王莽新朝 为汉朝续命200年 汉朝有哪些奇葩法令 一 三人以上 无故群殷酒 罚金四两 二 圣女税 汉徽帝结尾后规定 15岁到30岁 伤未嫁配的女子 需交纳五倍的人头税 三 上门女婿 不得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 断袖之痞是怎么来的 郭友汉哀帝对美男董贤一见倾心 便命他贴身伺候 一日董贤压着汉哀帝的衣袖睡着了 皇帝便断袖而起 这便是断袖之痞 大汉第一战神祸屈兵 到底有多厉害 17岁和舅舅未卿 率领800骑兵 斩杀匈奴2000余人 打通河西祖廊 19岁率领一万标记重创匈奴 21岁便封狼居序 达成古代武将最高成就 破去病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一 可能是身体不好 长期劳力而猝死的 二 可能是感染瘟疫而病逝 三 还有说法 是被汉武帝害死的